因为买房女儿 我爸妈要离婚 我又回家一趟 想把事情婚请不 但结果却出乎意料 干嘛又来了 我这小子可是 来给那名女聊聊天 谈生心嘛 我跟你说 人家可是老板 你别搞错了 哦 那我可得好好把握机会 咋样了 昨天回家问我爸一趟 嘴很严 什么都问不出来 我问我妈 我妈也不跟我说 怎么会这样 你说我爸都这么大了 怎么会突然对你有兴趣 你不要胡说好不好 我亚东不知道这个事 对对对 你不要胡说 我兄弟怎么可能会干这种事 你哪个兄弟 爹啊 我兄弟 你先别扯没用呢 然后我分析了一下 我爸之所以离婚 还是因为你买的房子 他变坏了 啊 你看啊 男人一有钱就变坏 那这样你买下房子的时候 他就已经坏掉了 那咋办啊 我跟你一起去找你爸 哎可别 我妈你咋跟他吵架 你要是去呢 吵的不是更厉害吗 那你说怎么办呢 哎美女女士我有一个好办法 可以是你 什么办法 嗯 你和我在一起 这样就好了 哎这样 你去公司门口 那有个桌子 啊 去那干嘛 那有保安啊 那保安把你赶过去 就不要再回来了 哎 哎别说这些了 我都烦死了 其实还有一个解决的办法 什么办法呀 如果 如果这件事情是因为我的话 那么是不是我谈恋爱就没这事了 对啊 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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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 你 我 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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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想我 你 你 我 你 你 谢谢大家